縫主教肆 縫使祈禮 信仰 奉着耶穌聖明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一个末世的朔代 我們如何来破解撒旦 那么他对我们灵魂所产生的一些攻击的战略 那我们首先要从这个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来看起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圣经我们的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魔鬼到底他是怎么来的 那么绝对不是现在 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叫魔鬼自存论 是自己来的本来就已经存在的 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 我们知道所谓魔鬼他是犯了罪的天使而来的 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的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到天使犯了罪 那么天使犯罪的记录 我们可以回溯到旧约圣经比较清楚的一段经文 那么就是在以西节书二十八章的十四节以下 那因为我时间很有限 所以有一些经文我都没有翻阅 就是说我念的时候 大家可以快速地去翻阅到这些经文的内容里面 那么在以西节书二十八章的十四节以下 我们这本圣经就记载了天使 也就是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文的记录博 那么他犯罪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神原本创造的天使 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他是非常美丽的 是非常完全的 就是后来我们的神说 在他们当中查出的不义 这个不义你去看一下 他的英文叫做不法的事情 就是说在天使他们的世界里面 那么我们的神查出他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不法的事情产生了 那到底是什么样不法的事情呢 在十六节里面就记载说 他们之间有一些贸易的行为 那这个贸易 他的英文的意思就是商业买卖的互动行为 所以可见天使他们的生活的情况 大概跟我们人类很类似 那到底他们的商业互动的买卖的行为 是买卖什么样的商品 对不起这个圣经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得而知 我们就晓得说 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些贸易的行为 那因为贸易产生之后呢 圣经说后来就什么样 后来就强暴 就是暴力的事情就产生了 那可能以我们人类的世界的角度来讲 大概就是黑吃黑吧 黑吃黑啊 用不法的手段 然后去夺取他们认为 他们要拿到的那么这一些利益 那这样子的行为呢 我们的神判定是怎么样 我们的判定叫犯罪 犯罪了 这个是从神的眼光跟神的角度 用神公义的一面来看的 这样子的行为是我们的神 所没有办法接受 所没有办法容许的 那圣经又记载说 亵渎圣地 那到底怎么亵渎 我们的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记录 就有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犯了罪的天使 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数节 就是说天使犯了罪 那当然在以细节书 你继续往下看 你也可以看到 太漂亮 太有智慧 所以他们就骄傲了 想要高举他们的地位 跟神一样 那这个另外参考的经文 是在以赛亚书14章 你可以找得到这些经文的根据 那天使犯了罪之后呢 我们的神就把他丢在一个叫做黑暗的坑中 所以这个彼得后书二章数节说 神把他丢在黑暗的坑中 那等候最后的审判 那这个黑暗的坑中 他的义书就是说 好像阴间那样子的一个阴暗的一个场所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应当是属灵境界里面的一种存在 那魔鬼他们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被经过审判之后 那么就进入神所命定的地狱的刑法里面 那这个地狱他的英文就是比阴间还要低 还要深的一个地方 那是神所执行审判的一个场所 这个叫做地狱 他的英文的解释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启示录的20章 天使犯了罪 被神丢在黑暗的坑中 那么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他的由来 那魔鬼撒旦是这样子的由来 在启示录20章提到说 他被神拘守在黑暗的坑中 是一千年的时间 那这里又另外一个名词叫无底坑 那这个无底坑 他的英文就是深淵 很简单就有两个字叫深淵 很深的一个见不到底的地方 那么这个深淵呢 是与魔界相关的一个其他的境界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鼠灵里面 用我们的文字的描述 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体会的 因为它是一个鼠灵的存在 那么魔鬼他被关在这个 另外一个形容词叫无底坑 黑暗的坑中也好 无底坑也好 那么都只是形容魔鬼被拘守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捆绑呢 是暂时性的 是一千年的时间 那这个一千年 我们也不要用我们人世界的 这一种时间计算的方式 那是神所命定的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 我们今天的重点 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经过神拘守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第三节就记载说 我们的神就怎么样 我们的神就暂时会释放魔鬼 从无底坑当中把他释放出来 那魔鬼被释放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跳到第七节 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一千年完了 那么撒旦 另外一个形容词叫监牢 那这个监牢就是被看守的牢房 原文是这样子 被看守的牢房 这个都是形容词 黑暗的坑中 无底坑 那么或者是所谓的监牢 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魔鬼他暂时被拘损的一个地方 那从监牢被释放出来呢 第八节 魔鬼开始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第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我要先讲第一个 魔鬼他的工作方式就是迷惑 迷惑 以往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我们看到魔鬼做工 我们有一句话形容 这个人笑了 气笑了 这个人已经发疯了 他已经变成是神经病 那现在真的神经病 这个病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的医院里面 有所谓的神经外科 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所以神经病 大概没有办法描述那些 会发疯的人 我们现在转换另外一个名词 叫精神官能症 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问题 那么早期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人 他的生活原型秩序 已经失去了 没有生活的规律性存在 所以他们就是变成 没有意识的 然后会内带自己的身体 因为这个是魔鬼 他工作的一个外在的方式 那在一个末术的世代 当神把魔鬼战术释放之后呢 那魔鬼他向着的工作 都是细腻性的 内心性的一种改变 心性的一种侵蚀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迷惑 那迷惑 当然我们要从他原文字役的角度 去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特别指的是一种思想观念当中的诱导 然后让他走错路 进入到歧途里面 这个叫迷惑 这个叫攻心 内化式的破坏一个人 他的心性 那为什么魔鬼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攻击我们呢 具体的事实到底又在哪里呢 那可能我们要回到 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 第三章对不起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魔鬼他在引诱人类 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那么他引诱的策略 引诱的这个手段当中 有一句话 就三章第五节里面的这一句话 魔鬼他告诉人类说 如果这个善恶果里面出了之后 就能怎么样 里面就能跟神一样了 所以最后这一句话说 你们便如神能读到善恶 那这句话 我们看和和本的圣经 很难去了解 因为我们的理解是 能够跟神一样读到善恶 判断恕非读到好坏 这个原本就是我们在学习 在教导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跟神 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那不是非常好吗 那因为人也读到了善恶 所以我们的神 就把人赶出了伊甸乐园 在三章的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三章的二十二节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 耶和华真神说 那人已经跟我们相处 能读到善恶 那如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再来吃 那么他就可以永远活着 那永远活着 神讲的话就不是权威 为什么 因为在二章的十七节里面 我们的神讲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食 那现在吃了善恶果 违背了神的诫命 可是他又不必食 那神讲的话就不值得采信 神的真理就是非真理 他是一个可以改变的 可以被推翻的 所以我们的神 当然不容许这样子的情况存在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患了罪 处在一个罪性的状态当中 但是他又永远不属 那咒诅就永远跟我们同在 因为在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的 这个十四节以下 患了罪之后的女人男人 包括撒旦 魔鬼 我们的神都下了咒诅 那患了罪之后 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状态当中 永远不会死 所以我们的神 他不愿意看到人类 长期处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状态当中 因为我们的神 早在三章的二十节 也就用了一个起诉的预表的方法 要拯救人类 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漩涡里面 所以因为这两个因素 所以我们的神就把人类赶出了伊甸乐园 那什么叫做跟神一样能够出到善恶 我们也可以去看其他不同圣经的翻译本 那么当然也可以用原文工具书的角度去看 那么他的艺术就是说 人就跟神一样 能够为自己来注定一套善恶的标准 原来神说的才是绝对的人类宿界里面的标准 善恶标准 因为神他是一个立法者 那现在呢 魔鬼告诉人类说 你何必被神的真理所束缚 所控制 圣经也记载说 魔鬼他本来就不喜欢神的真理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4节 魔鬼一开始就是不想遵守神的真理 所以他才会犯罪 神命定说你们已经犯了罪 有不法的事情 不义的事情产生 那魔鬼他本来就 不愿意去遵守神的真理 所以当然他就要推翻神的真理 那现在他把他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放在我们人类的生活的世界里面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他去诱导人类说 你们就去注定一套你们自己的善恶标准 为什么一定要活在神真理的善恶标准里面 那现在善恶果吃了之后 果真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 我们对一件事情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存在 一个就是神真理的标准 那么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这个人类本身所制定的一套 律法系统的善恶的标准 就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法律 所以以一件事情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认同 我们台湾的政府认同 那么通奸罪是可以除罪化的 这个都是去年才修改的 我们律法的一个解释 宪法的一个解释 所以通奸没有罪 那通奸没有罪 当然它重要的导因是什么 重要的导因就是 人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自主权 所以我的身体要跟谁去做肉体的连结 那个是我的事情 别人管不着 主要我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用强迫的方式 是你情我怨 那谁都管不着 那另外一个人类对性有它的隐私权 怎么可以把我跟谁发生性行为的事情 公租一宿 那对我的自尊心产生伤害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基本的导因 然后它也律法上做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这个都是弯曲被拗的 就是通奸没有罪 这个是人的宿介 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立位记十八章的二十节 你去看一下这段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的神 早就对通奸罪下了一个真理的判断 通奸是神极度恨恶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违背了神 放在我们心中的伦理道德的正确 那魔鬼他厉害的就是思想的入侵 那么是一种内化的 所谓内化就是说 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然后主动的让我们去产生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把它的意思放束在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人怎么样 我们人就本身就走向败坏的道路 不是外亲的 内在的思想的一种败坏 那我们看这本圣经 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有一种想法 那去问我们当时的这一些传道前辈 魔鬼懂不懂的我内心在想什么 神当然绝对懂 因为圣经有很清楚的经文 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思想的宿介 所以内在的这个想法 一直到外观的行为 从我们的思想 一直到我们脚手走的路 内外上下 我们的神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是透明人在神面前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那魔鬼到底懂不懂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现在在线上 一起聆听这些圣经的记录 那魔鬼他晓不晓得我现在脑袋在想什么 他进不进去我的思想系统里面 那后来呢 在自己研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 魔鬼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 约翰福音13章的第二节 那么在约翰福音13章第二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为我们示范洗脚的 这样子的一个典礼仪式的时候 在第二节说 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 那这个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 这个放他的原文叫植入 我们讲植入经骗 植入某一种思想 那现在魔鬼将卖耶稣这样子的心意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思想 他放置或者叫植入在魔鬼 植入在人类的心里 那这个心他的原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去看了一下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处理思想的工具 那么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叫做 中书系统的意志中心 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系统 透过大脑的运转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认知 他是处理我们的思想的 那后来你再看到13章 约翰福音13章的27节 绝书纳的一块饼给犹大 犹大出了之后 圣经记载说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撒旦就 这个原文叫做撒旦 叫进入到他里面 原文就这样 撒旦就进入到他里面 那当然我们可以了解的 就是进入到他的内心里面 那心就是一个内在的思想系统 处理的工具 那么也是一个中书系统的运作 运转的一个中心 它是一个处理思想的一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参考 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三节 在正当经文记载 使徒熟代的亚拿尼亚 那他们在座奉献受到彼得的责备 那么在彼得责备的时候 五章第三节 彼得讲了一句话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这个充满原文叫死充满 它是被动数的 不是我自己能过去这样子做的 是出处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那魔鬼呢 它变成是一个推动的力量 它强制性的进入到亚拿尼亚 他的心 那这个心的原文也是思想系统 所以魔鬼他可以入侵到我们的思想系统 把他的意识植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 一种攻击的方式 外面看你都好好 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那该上洗手间 你就要赶快去找厕所 什么都很正常 但是你的内在思想已经 不由自主的内化产生 不一样的违背真理的思想系统 因为魔鬼就是不喜欢真理 所以他才会出入这样子的思想系统 那今天就是我们要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说 魔鬼他第一个攻略 不会摧毁苏力 不要大会周折 攻心为上 只要你的心被魔鬼侵占了 植入了他的思想 然后你就会走向败坏 那今天我们从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况 那么按照传道以往的经验 我在跟我们的大专生做接触的时候 那么我现在碰到我们大专生 提出的这个比较密集的问题 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教会要一直强调主内联婚 我说这个是圣经真理 圣经真理改变了 不是这样子 那到底你是要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神对一个 属他的选民的一个什么 一个判定是什么呢 你看从旧约圣经一开始记载 那个就是血统身份的问题 亚伯拉罕的后代 那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家族里面 那么他就是神的选民 那如果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主生 就不是神的选民 那对不对 我说对啊 没有错啊 那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啊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 基督徒这种身份 身份可以改变啊 因为现在是一个万民普德神恩典的一个世代啊 他以前可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啊 那现在如果他身份改变就是 他也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他结婚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他结婚呢 对不对 身份是可以变动的嘛 不是不能变动的嘛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挑选使徒行传第五章的这个亚拿尼亚来当我们的另外一半呢 你看他身份也是改变啊 变成被神排除的 因为欺骗神又欺哄圣灵啊 主内联婚就一定保险吗 那你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戈尼流 身份也可以改变啊 为什么我们不找戈尼流结婚 然后同盟神的恩典 要去找亚拿尼亚来结婚呢 对不对 所以主内联婚显然是讲不通的嘛 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个是很简单 读圣经我自己产生出来的一种认知跟见解啊 对不对 我们大家要去思考判断啊 因为公心为上啊 你的思想一旦是人本主义的思想 我是你说你要去除人本主义啊 你要回到神本啊 你要回到圣经真理的根据啊 旧约时代神的选民的判别身份 没有错啦 不能否认 可是新约时代呢 因为旧恩普及化 当然身份可以改变嘛 那新约时代判定是不是神的选民 这个就不是出生的血统啊 你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 父母亲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接受洗礼 一旦你没有接受洗礼 你就是外邦人 你不是说 我老婆老婆生日啊 我就出生在这个家庭 我就是神的选民 不是啊 所以你要看加大太书第三章 十七节以下的经文啊 新耶稣代神选民的判别是什么 是洗礼 洗礼才归属耶稣基督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有洗礼过的 一个属神的选民 来跟你完成婚姻 而要去找一个没有洗礼的 然后你用身份去误导大家 让大家觉得说 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身份可以改变啊 反正我带他来信耶稣就好啊 对不起 圣经没有婚姻步道这样子的路线 完全找不到 所以这个显然是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心 要特别保守 在真联第四章的这个二十三节里面 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说 小心谨慎保守你的心啊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思想 你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当然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你就会去呈现出那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的神就叫你保守心啊 心一旦正符合圣经的真理 那我们才不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走偏了真理 所以魔鬼他第一个策略是 攻心为上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讲法 最近也是很多我们的大学生 提出来问传道的 为什么一定要在会堂完成我的婚礼 那你的想法呢 我可以举办田连式的婚礼啊 因为这个比较有纪念性 比较精彩 我可以随心所欲 不必被那一套制度束缚 对不对 我何必被教会那一套婚礼的仪式束缚住 吹个气球也不行 换个竹花也不行 对不对 撒个这个真实的花瓣 在行径 婚礼行径当中 撒个花瓣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 都是硬邦邦的死板板的 那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婚姻 我什么不可以办田连式的 很多同龄啊 我有很多同学啊 都是念音乐的 有音乐侍奉的这样子的恩赐 从头到尾都可以在音乐当中 完成我们的婚礼啊 对不对 也可以喝喝这个清饮料啊 鸡尾酒嘛 也可以跳土峰舞啊 其乐融融 情歌对唱 OK啊 对不对 我想发表个人什么意见 我的心声 让大家一起去分享我的许业 OK啊 百无限制啊 一辈子就一次啊 大家都是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太大 影响太深啊 迎娶的车队一定要变主车队吗 一定要马车吗 用牛车吗 因为我曾经看过新郎新娘 是坐牛车进入会堂的啦 也有坐马车的啦 都经历过啦 那这一些对我们来讲 不会增加婚姻的幸福啦 那你当然要回到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对我们 对祂的选民的婚姻 到底我们的神 祂讲的是什么 而不是我喜欢什么 重点当然是在这里啊 那我们的神讲的是什么 创书记二章十八节以下的经文 你翻出来看看 看到二十五节嘛 祂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婚姻就住在神面前去完成的 所以在亚当夏娃神 设立的婚姻当中 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导演 这个导演叫神 祖婚人男方女方是神 介绍人是神 正道祝福正婚都是神 那婚姻就是要有神在里面啊 那是神所承认的 是神留在圣经 我们看了之后 那我们就是顺服神的真理啊 那你才不会进入所谓的人本主义的思想 然后我们的内在思想本身自我败坏 因为我们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就具备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啊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全部都回归真理啦 你论想什么 要做什么 先回到圣经看一看圣经怎么讲 然后我们再去做我们必要的执行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 破解的方法是哪里 是回归圣经 只要有圣经真理根据的 你遵守 你就不会进入魔鬼他的诱惑里面 好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来谈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 我提到的是在一个末世的世代里面 那么魔鬼他对我们 军类的一个战略一个手段 那么就是他会引动我们肉体情欲的 这样子的一个败坏的网罗 然后呢 他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肉体情欲的败坏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 那么这样子的经文 他是讲说 魔鬼恶才会试探人 我们的神是不会试探人的 那这个恶才会试探人 什么试探 就是引动你的私欲 那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那这个私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中文就讲书欲书欲 经欲 那这个私欲到底是什么呢 你去看一下他的言文的 自欲的戒读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被禁止或者不得体的事情的一种贪念 被禁止的 就是圣经真理我们的神不认同的 那么或者是不得体的 违背我们一个基督徒神 所赏赐给我们身份的 你说挪亚当时的一个新的世代里面 挪亚他面对的一家八口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亚当夏娃是一个新的开始 挪亚也是一个面对新世界的一个新的开始 那挪亚呢 挪亚他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 喝酒喝到恰心落地 你说他患了什么罪 我觉得说当一个基督徒 他失去了神所赏赐给他的身份 某种身份就应当要有某种的限制 规范跟人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我们这个深度小老百姓 那我们的身份就是小百姓 那我们跟我们的行政院长 跟我们的总统 或者跟台积电的张忠某先生 我们身份跟他们差别都相当大 用人的世界来讲 那他们站在这样子的高位 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报处就满天批评满天非 尤其是道德当的挟持 如果哪天这些高位的人 也跟挪亚一样喝酒赤身落地 被大家看见 你说他们还有什么里面存活于世 不是很羞耻吗 那就是因为身份 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 对不起不是 在这个以福守书的第五章里面 我们的保罗他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字眼就是第三节 说最后最终说 荒和圣徒的体统 那这个体统英文就是身份 基督徒有基督徒外界 或者真理对他所做的一个认知 或者一个真理的主导 所以外面的人在抽烟喝酒 玩色情游戏 了不起花个钱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患了大罪 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已经丧失掉了 那魔鬼他就是这样子 他运用患了罪之后的罪性 潜藏在你的心中 那这个罪性呢 它是一种什么 它是一种情欲上 很自然的就跟我们这个肉体共存的 因为我们患了罪之后 圣经说我们这个是罪生 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 他讲我们这个是罪生 来到这个世界 那这个罪生里面呢 就有罪案 这个是原罪所残留的 或者我们有意识行为之后 我们本身患罪的一个记录 那这个罪案当然是靠着洗礼 可以把它去除掉了 那可是还有一个叫做罪性 因为罪性是洗礼洗不掉的 如果洗礼都能够把罪性洗掉 那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 因为罪性全部都消除掉了 那这个私欲被挑起受诱惑 这个私欲就是被禁止的 被真理禁止的 那么或者不得体的这个事情的一种贪求 不得体就是失去了身份 失去了你该有的这个身份当中的体统 那么或者另外一个解释 这个私欲叫做 渴求肉体放纵 然后进入饮流里面 那我们与生寄来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肉体 带着罪的肉体 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本质性存在 特质性存在 那魔鬼他就运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九章 我大概讲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一个叫同性恋 在启示录第九章 你可以看到这个无底坑打开的时候 那么龙烟冒出 这所谓的龙烟冒出 第二节 这个龙烟冒出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天空都这个烟昏暗了 昼夜不昏 我们今天属灵的解书章就是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会真理 分不清楚 魔鬼从无底坑被释放 就是黑白是灰 白色黑夜 真理会真理 对错 你都搞不清楚 那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第七节最后提到的 以蝗虫的样式显现出来的 这个魔鬼的形象 那么在第七节里面 最后说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前面看男人 后面看是女人 那到底是男还是女 可男可女 但是也非男非女 也是亦男亦女 也是不男不女 性别全部都错乱 我们搞不清楚 我不多做解释 这个叫同性恋 今天性别的错乱 可能不只有具现在同性恋 它是个性别的错乱 那我们现在这个宿代里面看到 逐渐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人类的世界 这个同性恋是可以合法的 台湾是第18个全世界 那么承认同性恋 可以合法结婚的国家 一定还有后续的发展 那个出处于傻鬼 出处于这个撒旦 魔鬼他的诱惑 为什么 因为在11节里面说 有无底坑的死者 做他们的王 那这个无底坑的死者 就是从 就是魔鬼从无底坑 被释放出来之后 那么西伯来话叫亚巴顿 那这个亚巴顿的意思就是 地狱死者的首领 它的名字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毁灭 它是地狱死者的首领 所以我常讲 在讲到的时候说 这个同性恋 它绝对不是魔鬼的游击战 它是有组织的系统战 早就已经策划好 时机成熟 那么它就引动 这样子的战略手段 然后它的战术是什么 混乱人对性别上的 这个差异 然后让人产生 因为情欲就产生 不然不拟 非然非拟 等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认识 然后它的这个细腻泥化叫亚波伦 那么这个亚波伦就是无底坑的属蛇 那么它的艺术就是毁灭者 所以有王带领 有兵在做工具 有王在做策划 然后有兵去实施他们的战略计划 所以王是战略者 兵是战术者 是有系统发动的 不是偶尔才产生的遭遇战 游击战 那这个就是情欲引动 怎么说它是情欲引动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看彼得后书第二章 这本圣经对同性恋的记录 大概就是索多玛城 创世纪十九章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四世纪十九章 就业圣经只有两次同性恋世纪的记录 那我们的新耶圣经呢 对四世纪的GBR毁裂的同性恋灵内事件 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不提供任何的讯息 神没有提供 那只有对这个索多玛城呢 我们的神他提供了 在新耶圣经提供了一些讯息 在犹大书的第七节说叫做什么 叫做就是逆性的情欲 索多玛城的人这种同性恋叫逆性的情欲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的 第二章的这个我们看一下 第十节 因为从第六节就开始提到 索多玛 俄摩拉当 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个第十节 那么第十节就是说 他们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 对同性恋宿件的解读 叫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 那什么叫做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 这个随就是在什么什么中间 那换句话就是说 在肉体中间 那这个肉体呢 它的原文就是 是患了罪之后 带着罪性的那一个肉体 变异的肉体 那么跟神所创造的原来的 神所赋予的肉体的本质 形式 种 形态 就是种类 是不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这里的肉体 它的原文就是 患了罪之后 带着罪性的 它的一个变异性的肉体 那么让这样子的肉体呢 怎么样 种污秽的情欲 那这个种叫做螃蟹横着走 就横行霸道 我们中文叫换句种 那种什么 让什么样的情欲 去横行霸道 叫污秽的情欲 就是肮脏不洁净的 我们的神对所多玛城的 同性恋事件 他说这个肉体呢 已经不是神所赋予 给我们的那个 自然的肉体了 我们的神一开始是 照男照女啊 很清楚就是 男女两性的世界啊 那这个神的创造 神的创造在性上面 它是一个创造的 它不会去改变的 因为是创造论嘛 我们的肉体不是性 不是进化的 成长到某个阶段 我们这个性 就会跟随环境去做改变 随着我们的年龄去做改变 我们不是进化论 我们是创造论啊 所以一开始创世纪一章26节 我们的神就讲很清楚啊 他就按照他的形象 就照男照女啊 然后就把男女 用婚姻把他们联系 成为一个家庭的制度啊 那男女结合才有办法生育啊 才有下一代能够 还原出我们的这个后代子孙啊 那现在呢 现在魔鬼他运用人类的情欲 然后就进入到败坏里面了 你还可以再参考 罗马书的第一章 最后到那几节经文 从23节以下的经文 因为人进入魔鬼的崇拜 束缚在魔鬼的掌握之下 那魔鬼他所使用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同性恋 就是把神所赏识的顺性 变成逆性 这个是一个 在末世世代的一个战略 那我用一个比较广幻的 角度去讲 叫做肉体情欲的败坏 因为肉体情欲的败坏 不是只有同性恋 我们会很清静说 我没有同性恋 可是 你再看到这个启示录的17章 启示录的17章 又讲到另外一个叫做淫乱 这也是美化过的淫乱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组内的同龄 都受到影响 本时是淫乱 但是观念已经改变了 在启示录17章 提到一个大淫妇 那这个大淫妇它是骑在一头 第三节说它是骑在一头叫做 七头十脚的大怪兽上面 那这个大怪兽呢 第八节提到说 它是从无底坑上来的 显然这个也是魔鬼的一种作为了 淫乱被魔鬼拱上来 但是魔鬼它不是赤裸裸的说淫乱 它不是这样子 本子是淫乱 但魔鬼拱出来的是什么 第四节是外观经过修饰包装的 所以说穿紫色 珠王色的衣服 然后怎么样 手里面手中是淫乱 可是用这个装淫乱的这个杯子 是金杯 美化的 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而且从第二节里面 从第一节里面说 这个淫乱是做在种水之上 那这个种水是指的什么呢 在十五节里面提到说 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所以淫乱也是世界性的 不是黑人才会淫乱 白人不会不可能 不是台大的不会淫乱 然后考不上大学的才会淫乱 没有智慧 没有知识 没有阶级 完全没有这些区隔 没有人种区隔 全面性都是进入淫乱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种情欲里面的败坏 肉体本身具备出来情欲 因为罪深就是罪案跟罪性 那罪案可以借着洗礼去除掉 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的 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 我们洗礼是洗掉罪案 那罪性呢 罪性是洗不掉的 那罪性怎么办呢 好 我们可以从这个 好 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下一节我再针对这一方面 再跟大家来做一下 简单的分享 一起 默导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